外籍移工有自己特有的文化及生活 在异地工作的生活圈相对封闭 要一个移工能够同时接触 这四个不同生活圈的女性 非常难 即便她有意图 也有方法能够接近其中这三位 母语为中文的女性 很快的 也会因为语言的各个合 很快产生排居现象 更别说 会跟被害者有进一步督促的空间 侦察不公开 没有必要给你讨论案件 想要找到凶手 就必须回到最根本的问题 什么样的人 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从新闻媒体上面描述 尸体表面并没有加工的外伤 以及凌虐的伤痕 也因为没有外伤及挣扎的痕迹 死者与凶手之间 并没有发生争执打斗 凶手是在轻一下手的条件之下 杀害死者 并且进行分饰 愿意聆听被害者的内心声音 懂得他们的烦恼 降低所有被害者的戒心 我问你 凶手的动机是什么 凶手 凶手的动机 是想当惩罚者或拯救者 惩罚者跟拯救者 这也差太多了吗 我认为 凶手是女性 凶手怎么敢是女性 一口气连续杀了四个女人 按照之前的办案经验 高达九成绝对是男性 你所说的过往经验 是从苏本山的案例上面得知的吗 而一般冤案的发生 有高达七成五的几率 是由于前线的警察 错误的办案手法所造成 只靠过往的案例来思考办案 其实就是偷懒任警官 你根本不知道我们做多少努力 我也当过警察 我知道 绝大多数的警察 都是想着如何抓到坏人 可时间久了 其中的少部分人 便开始想着 如何制造出犯人